在一半场四面都要跑 爱我更喜欢了些什么 你样子滚烫 不准去把我误会的狂妄 当一分真相 只说能隐藏 直到人们欲望 谁也茫着 我们的篇章 曾经如此辉煌 但请千秋娘 披嘴皆冲场 无悔少年王 是人床痴狂 也未央天未能 我才青春的沙甲 只不忘 只剩下一半像四面的脸庞 爱我更喜欢了 是什么 你样子滚烫 不准去把我误会的狂妄 不知人不良 不准去把我误会的狂妄 除了七处不齐 全被忘了 祝我年明无法谁再奔策 青年后你我倒热被烦 我倒热被烦 我们节目一段时段 整个就是由国家来让他直播 其实以前台中市议会也有 搞不好现在也有第四台 也有 因为那个高纪正议员 他一直说 整个议会要透明化 所以他都 那个议会有 台中市是有在做 其实以前国会也有透明 所以我们看阿扁跟朱高镇 那时候还有谁 梁树龙的时代才 的那个以后才没有 他那一个什么敷衍一下 敷衍两下的那一件事 消失 好的东西应该是保留 但是就是在国民党多数里面 他们就把它删掉 就是没要让他好的东西 好的那种就没要让他开始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选举 一定不要选国民党 你的政党票要让国民党泡沫化 当然你如果不爱选民进党 你就能选择 像我们有很多人要选择 就像台联党 他需要大家的支持再也当长大 因为台联党长得很慢 因为我们人民就是在两极化里面 所以台联政局都很长很慢 都没什么静电 尤其在三次选举 全力的支持民进党 结果整个台联就已经奄奄一息 该选上的都没选上 所以那是人民的第一次要去选择 当然我们不能说 一定要选 这是一个危机 我们不能让这些小党消失 尤其是本土的政党 现在还有新时代力量 还有一个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 万云 万云 我都说万云 不一样的云 对啊 这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们现在来说蔡英文的牛肉 另外一份牛肉就是 我们对比较重要的教育政策 我相信这个教育政策是 有关我们的学子和所有的家长最关心的 而且老公政策也很重要 但是因为时间刚好这样一节 我们先来谈一下他的教育政策 嗯嗯嗯 蔡英文的那个教育政策的教育小组 他来对成员就是有林万亿 林万云好像是那个谁 好像是那个 那一个 那一个什么万云 哦哦哦 彭万云基金会的老公啊 是吗 你不晓得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他 我是我不晓得 我印象中反正万云这个名字很熟 啊就是说 蔡英文有跟台湾的学子啊 就是学者专家来做 对检讨跟台湾很多的政策 所以说蔡英文已经有很充分的准备了 因为林万亿 自库的社会群顾问 有林万亿跟自库的教育小组召集人陈东生 还跟他这边的教育政策发表的 这个记者会是在这两三个人 林万亿陈东生 还有张景深的陪同下 张景深是蔡英文政策办公室的执行长 嗯嗯嗯 在陪同下在这发表 他开记者会在发表他的教育政策 他的教育政策的内容 我们可以从他所发表的内容里来了解 他就是说现在的教育政策 看起来 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知道 其实教育政策算是比较万发表的 之前还有力能 虽然我们还没有谈到 力能政策这些产业 其他产业都有了 但是教育政策是差不多三四天前才发表出来的 为什么他说 他说 蔡英文他签开 他就说的 教育政策现在才发表 不是标识他不重要 实际上它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教育政策是很有可能是 我们是以所有地口来面 在讨论是最久的一个政策议题 因为讨论比较久 所以比较万发表 他说 像是在过期的一段时间 在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 他如果邀请专家学者道庭来参加 也邀请很多老师 这个老师无论是校长的老师 或是大学的教育 都有 他也邀请产业代表 来去解释这个产业的输求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 其实我们的高职学校里面 也有那个产学 有些学校跟那个企业配合 晚上晚上 他们白天念书或者是晚上工作 他们会有那种机会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看到 台湾的一些教育 也有很多的说 不能学以致用 就浪费了 台湾的多职 有很多专业 可是在社会上并没有需要你 就是说 你也没找到你需要 你的工作 你的学习的那个方向走 所以都很浪费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说 产业也要跟这个教育 就是说 跟这些老师专家来配合 说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 孩子 将来要进入社会时 他学习的 可以用到 用到 所以要邀请产业代表来 来说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这样不是学校 我就说 我要教这些孩子将来 买什么路 买什么样的 教他们什么将来 他们可以去那些产业界 比较之后的 可以去那些 所以也是感觉 他有开始整个用心 在这个我们的高雄 他这高雄是已经筹费最久的 最后要拿出来 也不是说他没有重要 除了这个以外 他也有邀请家长团体 到团队来担 因为他本身也有 到很多所在 参与很多座谈会 在那个过程 也有很厉害 他们在考虑 台湾的教育伎队 在后一个阶段 到底是要怎么去面对 教育伤造成员 他们现在有十多位 过去一段时间 他们都很辛苦 所以蔡英文 是对这些小组的成员 敢表达谢意 然后笑着他又说 刚刚我们说 到底台湾的教育伎队 在一个阶段 要怎么去面对 他说要先考虑到 够有的意义和目标 到底在打下 尤其考虑到 将来我们要面对的条件 过去20年 教育这两年 为代表理想的名识 变成很多人心中的问号 讲的是理想 但是事实上做出来的都不是 都还是问题很多 所以他觉得 在这两年来 台湾教育制度的难度 可以说是千师万里 当然在过去的时间 有一点点的进步 但是也有很多争议 也有很多争议 所以在书科教育政策的进行 他就认为要先回到原点 想到我们教育的意义和目标 到底应该是什么 所以他有提出几个看法 他认为教育对学生来说 应该是一段很快乐学习的过程 应该是很快乐学习的过程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们自己 我们以南年年代 我们过去都是那种田压式的教育 真的认识了认识 以前认识都 我一直觉得 我到初 我自己本身到初中进情 我感觉都真的在为大人认识 都是被逼的 都是被压着 像我妈妈自己本身很 我用我自己的经验 我妈妈他本身 他跪起求学的阶段 他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所以他 通过我们时 他用自己设施的方法 来要求在我们的城堡人 因为我韩子价 我是在去外设施 然后 韩子价回来在家 韩子价 我只有学校到初中 那段期间的部署 但是初中以后 我就不参加部署了 但是回来的家 我没想到参加部署了 我没想到参加部署了 我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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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们教会有办 夏季学校 要去教会 参加部署了 我没有想到 你去家里 你知道吗 早上 五点 我韩子价 我没有想到 五点就叫你 我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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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受到严格的教育 所以我们那时候 念书就觉得很痛苦 觉得真的不是自己 觉得不是一种快乐的 因为我很爱睡 然后平时的房间 我们家就是 我们家就是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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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那个 那个房间 房间 有那个日本式的房子 房子 那种房子 然后平时的房子 讀功利的才可以 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 都要考功利才可以 但是我以前讨厌 我也很严静 从来都不写功课 所以常常被老师划赞 我常常因为不写功课 我妈妈小孩考完的高位 就是你回到家里 学一下回来 什么事情都不做 先把作业删掉 这可以去玩 你想要去玩 你都是作业先写完 才可以去玩 我的功课都是 我们班的 我们家拼 我去他们家拼 他拼完 我还没拼完 我就去拼人家 反正我就是玩来玩去 所以都不写功课的 念书的 其实考的学校 跟你都差不多 都是念工艺学校 但是就是说 学习的过程 不是自己自动自发的 我是听到初中 要考高中的那一年 才自动自发 真的才自动自发 自己认真 买学来学 买一些参考书 来拼拼一年 就考上第一志愿 回去我自己原来想要念的学校 然后 所以我高中要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这个就跟他说 把你初三的那一股精神拿出来 我们这个就这样跟他说 念书还是要自己念 要不然你真的是伯父 他把你压着 真的讨厌不快乐 不过我是觉得后来的孩子 像我的讨厌是 我是从来不写功课的 很少写功课的 然后就清太可可的 就读好都这样 我如果像人家很认真 大概会读得不错 但后来我们的孩子 在讨厌就不像这样 我看每个家长都好紧张 我都放任式的让孩子读 所以我的孩子都也没有读 他们都讨厌 就没有读高的 我好像说 其实我们这一代是 天涯式的教育 我们都比较没有那种说 也不是我们这一代 就是说我们的教育 不是只有我们 对了 我们这一代会到没有那种 按照你的性向去发展 对了 所以这个一个目标 因为考到哪里就读哪里 就是这样子 你如果没办法念到高中 你就去念职业学校 就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的新的一代 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 出来的时候 就靠来根据他们的性向 看你猪蜜月头 那是比较好的家长 可是有很多的家长 还是说我的孩子 一定要念到最好的怎么样 也没有按照兴趣 只是尤其像 很多学校的老师的孩子 最辛苦了 因为在学校里面有比较 所以说孩子就被送到国外 因为不敢比较 所以只好送到国外去读 不会被比较 所以说整个社会的 没有为这个教育里面 没有为跟孩子的未来来沟通 而且有时候说 你就靠到讨厌就讨厌 对于我们是不是有兴趣都不是重要 只是说 像我就是说讨厌公立才可以读 什么兴趣都没有 你就是公立的 那我们就已经自己被损失掉的 我们都不知道 现在的孩子也是一样 他们去讨厌公立 讨厌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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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那以人为本的教育精神下 所有的学生 不管你是很会考试的 或者是你不会考试的 你都不会被筛选 不会被分类 不然让人自己放弃 更不必有那种激烈的竞争的压力 对啊 不应该有自由班 放牛班 应该在常态里面 让孩子能够自由发展 对啊 再来的就是说 教育这是对学生 刚刚我们说的是 对学生来说 要是一个快乐的学习过程 但是对家庭来说 我们的教育 也不应该是一个 沉重的经济负担 跟心理压力 不然呢 我们现在 那如果看漢盆叹年 也不知道 背后孩子讨厌 因为现在学会都很贵 对啊 就像是补习会也非常贵 就像我女儿来讲 她就不爱读书 所以那 我去补书班补书的时候 她我看她都没去 常常去逛街 我就叫她说 你就没考虑 不然不要补书 结果我的朋友 她给她儿子 给她女儿 跟我女儿一样 结果她的女儿 给我们儿子 开头二十万以上的补书会 但是她考试的时候 跟我女儿一样的分数 对啊 所以说 有时候 你的孩子是不是有 她的希望读书 是没有希望读书 当然我的放任也让孩子有很多 但也应该给 那时候也没有给孩子说 你开导说 你应该怎么样做 会治你的未来 也没有在这一方面给孩子做沟通 这也是我们做家长 做父母的一种错误 那疏忽 有的就是像说 你让孩子去补书 让他读得很压力 对吧 一早起来就这样 整个课程都排得满满的 读书就很累了 我感觉不应该是家长 对家长来说 不应该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对 那补习会也很贵 学会也很贵 我想在两天 不是两天 大概十天以前左右 有一个新闻播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印象 在台中 好像是台中二中 应该是二中 有一个女孩子 有一个学生 对老顿跳下来 他是在向他的老师抗议 他留着遗书 他写 这个孩子会背景 我们的新闻 我是看到那个新闻去了解 他的爸爸妈妈 是都那种做 很基层的 那种工历的人 听说一天才赚几百块而已 但是他的父母 是缺两年度 就是他们这个孩子 要去设施去补习 都缺一年就是 给他去教补习会 所以这个学生就很生气 他是在向老师抗议 这个老师就是说 他说你 他给老师抗议就是说 你在课堂上 你该教给我们的 你不教 甚至老师有留一手 然后要留一手的时候 叫他们要去 放学后去补习 他才会把那一手交给他 所以这个学生就抗议 他说我的爸爸妈妈 一天才赚多少钱 不是像你们这样子 反正我看到那个 他留的那一封信 我看了 我感觉真的很难过 真的有很多 就是补习费 非常贵 然后老师的补习费 是比他的 他的薪水较多 所以有很多老师 是为了赚补习费 是这样很缺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糕的 这种老师是来说 应该是不适当早 我认为 我认为这种老师 要把他 对 有很多老师的 现在也有很多老师的 那个 他的人格 真的是有很多问题 对 所以这个也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部分是说 不要让那些有经济压力 整个教育工程师 一定要公共化 制度 教育资源要公共化 对 制度就要资源 其实资源就是 大家要分享的 那是有专人的享受 要保障弱势家庭子弟 学习机会 对 让他有改变人生的机会 对 要避免 学跟用的落差 我一样 结果出来 社会用不错 所以 因为这样子 可以帮助下一代 在职场上 有更充分的竞争力 这样 做家庭员 也不用烦恼 孩子的未来 这是说 这是 更实际的生活里面 更实际的教育里面 应用上去 再来就是 他认为说 教育要跟得上时代 要贴近未来 发展趋势跟价值 所以这为什麽 他为后听了一些 产业界的老闆来 来了解你们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要跟得上时代 在过期的教育模式 偏重考试 记忆跟标准答案 就是这样 我们在时代 都常常都有标准答案 适合过去 以代工为生产模式的产业需求 但是这是旧的观念 不应该继续 拿来框架 在新一代的鞋子 他们的身上 给他们做一种 学习的方式 这样的 他就是说 未来的新的经济时代 还要更加讲究 创意 研发 行销 所以学习还需要比较用的就是说 要去怎样去思考 去分辨 还有数位 还有语文上的能力 还有他的文化 文化上的含用 这样才是一代 他会的一个世代和善业 所要必备的一个敌制 对啦 英文说有很多答案是多元的 不是刚才有很多方式 你的答案是这样 可是你的整个数学解的方程是有很多方式 所以说我们要给孩子有很多创意思考 不是说老师教的就唯一一个 老师这样的才对 不是你的答案能够解出来不同的方法也对 创意跟研发我感觉这也很重要 特别你有没有发现 我每一年都有在注意 我们台湾有很多人在世界有那种花名奖 我们出去的团队都拿很多种 而且都是金牌的 这个台湾之光拿金牌的都拿金牌 我们台湾对这种 就是说台湾人自己本身的特色 我们台湾人自己不知道 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主 然后我们的就是说我们人 我们很少人可是我们的创意 研发的自己讲得得比别人多 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主 可是很多人因为在国民党的教育下 一直他如果给你合作 他比较好给你管嘛 所以说他就没要给你说 你的优点发挥出来 所以说陈一文有发现说 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优点发挥出来 才是一个下一代 下一个世代的必备特质 那是反正优点 我们可以找一个电子业 找一个中国的紫光集团 要来接我们台湾的艾西产业 他已经又提出要兵分另外两家了 但是我们的投资会是还没过 那些一些协计也出来在反对 任万一最近的信息是说 目前我董事在任万一还没过 还要再讨论 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他们去 这些协计也出来反对的立场 他们的公法里面有一个公法就是说 我们台湾的IC产业 这个IC设计这个产业 在世界是属一属 唯一可以跟美国媲美的 美国来就是台湾 所以中国就是要拿我们这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人的 刚刚阿嬌说的 台湾人的那种研发跟创意这种 我们是很优秀的 我们是很优秀的 在这方面算是 我们的年轻世代 在这方面也都很厉害 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特质 所以说我们就要充分的应用 不能够去中国提起 然后整个就是说 他们主理人 他们中人 都去卖台湾的农产品技术 那研发台湾人 研发了好几百年的 这种农业技术 那是几百年累积下来的农业技术 还没去中国 让我们一个人家地大物博 地大土地米那样 它的生产就给你拼过了 你拿去技术拿去那种用 你转自己就不用吃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 这种卖台的这些人 国民党是绝对不能让它掉的 就是整个让在台湾泡沫化 不要在台湾的 我们台湾的地理官 要拿回自己用 不可以博白 让他们中国国民党 再来 他最后的认为 我们的教育体系 要有力量 为国家 为国家来培养出一台 又一台 更成熟的公民 怎样说呢 他说 因为在很多 目前来 先进的工业国家 18岁他们就是成年人 而且已经成熟 还有这个年纪 18岁 所以他们 我们现在也是注定 18岁的青年人 应该他们要拥有 完整的公民权 什么叫完整的公民权 是怎么说呢 他们18岁就要去做兵 他必须扶兵 依尽国民应尽的义务 可是他没有投票权 不觉得很可笑吗 就是不完整嘛 所以他现在很多社团 加在野的力量 改革 都令人说 18岁 你既然我有当兵的义务 那我当然就有投票权 对不对 所以就是要 让他们有完整的公民权 也因为这样 教育体系 就更有政人 在国民教育的这个阶段 会用学生的这个 公民受用 等于从小就要开始培养 给他们一些 公民方面的一些教育 让他们学习说在 学习生活能力和职业技能 可以鼓励在这个社会中 来成功的这种能力 让他们到18岁的时候 他们才有法度 独立自主 可以完整的承担社会责任 这也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 你看现在有孩子三十几个 他都没有承担能力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有 我们一国人就说一些草莓族 草莓族 就是说 孩子我们没有让他去承担 一些生活上的必备的很多的问题 他就一直以赖都没成长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 孩子能够提早去承担 他的生命里面的种种的 应该去承担 他才有法度可以长大 这些社会再也健康 他也说愿望未来的年轻人 可以走的道路 可以更看更多元 他说他很愿望很近的未来 我们的高中高一个学生 不仅仅在忙碌他升学的这种事情 他还可以照他们自己的性向 去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 在18岁比较之后 他们可以继续升学 或是他们先去职务 去职务 或是要去国际当志工 像我们在18岁就是这样 去做志工 他高中比较就去国际当志工 后来就 他也到 他先去加拿大 后来又到英国 结果他后来就 到加拿大 他就在那边认识 他现在的先生 他就去加拿大结婚 就这样 就是说我们人生的选择有很多种 你可以继续升学 你可以进入职场 你可以更宽广的去国际里面去学习 人国际上 别人 就是说 每一个国家 他们都有一个特色 那你们看别人的特色 跟我们相较之下 那我们应该有更多的选择 更多的 我们的见识在更宽广 这也是我们的需要 不是只有升学 现在就是我们的教育 就是为了考试而考试 学习就是为了考试 所以说真正的学习 应用都没有 所以说才会浪费很多资源 就是人家 都没法直接 例如说我学习的 跟我要去学习做的同样 我现在就已经有基礎 这个基礎都没有去到任何职场 你又要重新开始 这样很浪费 他如果先进入职场 再回去 他认为 我现在工作上 我需要具备什么知识 但是我以前没有学到 我再重新回到学校去念 去修那个学分 他说这样子的话 他如果社会理念 再去校园 再回去校园 他会更成熟 也会更清楚 他自己的目标 可以阻挡自己的目标 所以 他说这样 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 也可以用开放的态度 来珍惜这样的年轻人 不一定是 我们的高校 不一定是当界的学生 有的是 就是已经职业的一些老社会人士 再重新回到校园去 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很好的 高等教育的一个目标 所以 他说 简单来说 地下学生 快乐的学习 让家庭减勤的负担 让教育 帝政时代 培养生息的十八岁的公民 就是 就是 出英文 民进党 教育的四项重要的目标 你有觉得到现在 我们就有一些孩子 他在读到 什么大学硕士 甚至博士 其实他们不是为了 特资 他们为了逃避社会责任 特资 我们就把他当 现在的社会 你博士 其实 他只是为了说 我就是 不用去 在社会责任 就去找我们爸爸 就要赚钱 让我赚钱 不只是社会责任 就是 就知道 政府要偷偷牌找 整个我就不要毕业 就一直在学校里面 就这样子 就是 老婆老婆赚钱 让我赚钱 这样子家长也负担很大 所以说 也没有落实学习的需要 所以刚才我们说 那四项是重要的目标 要针对这些目标 要对增下要 所以他要对增下要 他就有提出 教育的六大方向 六大方 第一就是 针对幼教的部分 为幼稚园 要扩大幼儿拖育的公共化 价格要提供 价格要提供 价格合理品质 有保障的托育服务 这样才可以 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 扭转少子化危机 也重要作为 现在就是 就在 我们在 因为 我们台湾人 最爱摆变吗 像我们家 都要写一个 政治人物摆变 这也是 我们就是要名牌 就是要投资 去台名牌的学校 这个就是 从我们的人 我们的生活里面 就看到 所以说 如果我们用公共的话 合理 你的名牌比较多 明白 用这个名牌 两三万 几万的 一个小孩 都要台 花几万块 这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一个公共政策出来的话 这个就没有那种名牌 大家就共同的 为学习 让孩子 为爱 为孩子 我们怎么样给孩子爱 跟他公共话 不要让他 你有钱 还是 你是弱势的家庭 一样的受到照顾 对 不是金钱化 全市化 对 我们就要有公共化 来解决 全市化 和全力化 那是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 又开始投资 国后来的 国民教育 对 针对国民教育的部分 他觉得 最重要的 就是去解决 让人感觉 困难的 入学制度 嗯 他希望说 我们可以 做到全面免事 而且就近入学 就近入学 这句话要去 是就近入学 对 就是说 不是说 我去台中 去台北设施 或是我住在台中的北区 我住到南区 或是西区去设施 不用这样子 就是要免事入学 而且要就近入学 对啊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都 有的就是说 我要读名校 嗯 就像我 像我高中的时候 我就是说 要设公立 所以要设公立 所以要设公立 就要设公立 那就去设那些 就不是在台北设 就是设到别的地方 每一次 呃 为学校去到学校 就要坐一点点的车 然后就在车上就渡滚 啊 天天就渡滚来渡滚去 大家尼尼尼尼尼尼尼 排到很多的碳 碳的量嘛 尤其有的人就说 家庭一桌 又算到小孩去 你看都 气游也是都浪费嘛 啊 啊 以前啊 对学生本身喔 也不好 因为他浪费太多时间 在坐车啊 这样奔波里面 没有办法专心嘛 所以咱就 就近读入学 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咱以前 一直都忽略的 对 那为了要做到 前面免事和酒精入学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就要怎么 一定要大声 投入资源 要冠营做到高中 或高职的 那种均优化 平均的 就是资源平均 那种 那种 资优化就对了 均优 平均 优等就对了 啊 这个要做也要 很会 很会心思啊 这是要解决这个 免事入学和酒精入学的 这个关键 嗯嗯嗯 然后他 他有分析到说 因为 有检讨过去 仓促上路的12年国教 所以很难成功 就是因为 没有做到什么 没有做到这个 这个 高中高一金融化 没有把这个 这个 这个 高中高职 的这个金融化 动作基础 嗯嗯嗯 没有用这个做基础 所以也没有 破除说 只有进好学校 才能得到好教育的 这个迷思 还有 一只 怎麼说 他是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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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之 这也是 一只 也不是 很失诚 像我記得我自己在唸書的時候 我們家裡我讀的高中的學校 要頂多錢 所以我們就住宿舍了 我沒有每天通車 沒有辦法 每天都在那裡 那裡走起來沒辦法 所以未來要導致 一定要導致 他認為要破除這些名字 就是要導致足夠的資源 提供社區 我們知道社區 他特別講的是 社區高中的教學品質 高中可以跟副軍的台下 或是專業的團體來合作 開辦各種自由的學生 這些自由學生 不免得破頭去 要去入民心學校 民心高中 所以說家長的教育也很重要 對 有很多教育 你說家長在學校沒辦法 不然家長就迷信在那個名校裡面 這也是要共同去 就像說我們現在也不能 只有迷信說民進黨 其實還有很多政黨 都是我們選擇的 而我們如何讓國民黨泡沫化 那就是大家的共同智慧 再來為了要拼命 學生程度上的差異 因為程度的差異 做成的那種學習 不省 不趣 還有是有挫折感的狀況 未來的國民教育 應該要把部分的課程 實施分組教學 這樣 如果這樣 逐步做到前面 免試的學區入學 跟這種主力就會大幅降低 不然你如果分組 因為老師有時候 真的老師會覺得 我這組裡面 我們這班裡面 幾個學生 有的就是有的 有的人就是智慧比較慢 應該說的是有些學生這個有興趣 有些學生這個沒有興趣 那我們把有興趣的集合起來 他興趣就把興趣分組出來 然後讓學生能夠有多元的思考 多元的選擇 讓學習是一種快樂的 這是十二年國教的 最基本的國教的部分 再來就是 技職教育 還有一個意想 未來改革第一要求 就是要專力來縮斷 這個學跟用的落差 盡量去銜接學校 教育到職場的食物 這樣也 這種的 這也是必須廣泛 各行各業徵求人才 第一順的食物工作者 有機會在學校裡面 面傳 在學校裡面 傳授自己的經驗 讓學生可以透過學習 跟實作 來趕上業界的腳步 就是專業的人員 比如說我對電腦有專業的人員 然後我就去 雖然我不是老師 可是我能夠把我這個專業 我的學習過程 能夠跟學生分享 讓孩子能夠更有興趣的做這方面的學習 對 像是在制度的領民也要提供更活化的設計 他覺得制度上要提供更活化的設計 讓各種的政書的取得比較有彈性 修課也沒有限定在學校 也能夠照顧在職場一段時間的就業能力 他可以回到學校繼續進修 加強他自己的就業競爭的能力 就是讓職場覺得自己學習不夠的需要專業知識 也能夠好好做早期學習 再來那是季質教育 高等教育的部分 他也說學用落差 也是高等教育面對的問題 現主席來說 台下應該要考慮自己的優勢和傳統 所在地區的産業和文化的輸求 來發展學校的特色 你這個大學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什麼特色 這個地方有什麼產業 他這個地方的文化 他認為大學應該要這樣子考量這些 不是只用自己的 說我這間學校就買沒隊 就買一個在這裡 我來辦一間學校 就你用你自己的方法去辦教育 結果你所教出來的學生 跟地方一點關係都沒有 地方的資源你也用不上 地方的產業你也沒有辦法去用 就等於說學校跟附近的產業 能夠做更大的結合 讓孩子能夠實際的在學習裡面 跟實際的工作 好像說他的關係都可以接觸 那是因為邊學邊做的角度裡面 可以更進一步 因為過去是在過度 在追求統計報表的 學術績效和素質 卻沒有結合社會的苦水 發展自由特色 因為這樣也沒辦法培養出 國家未來需要的人材 所以他就是剛才說的 大家也要跟地方的產業建立 夥伴關係 加強產協合作 那些大學可以接觸地產業研發 或是人才技術的培訓中心 跟這個後遇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構想很好 這種的未來的方向 對啦 就是我們有方向 有發現說我們的社會的缺點在哪裡 我們就針對這些來發展 對 再來 在這個少子化的趨勢下 我們也沒辦法表面 要面對大學公過與求的問題 公過與求要怎麼辦 要整病 其實我一直也主張這樣子 結果他這邊也 他說 政府不能夠放任大學自生自媚 應該要配合國家的發展 和區域發展的策略 推動大學轉型和整病 對呀 我們以前 就是你說 你20萬以前 就很多開放的大學 五專 怕要升級 本來是五專 就升級並科技大學 大數都是 最主要是學店太多 因為很多教育並沒有為教育 只是辦學校是為了賺錢 所以已經違背了教育的意義 所以說 我們也要把這些大學 怎麼樣去把它整合出來 再調整 你怎麼樣調整出來 才是重要的 不是說 我又用什麼辦法來賺錢 把這些賺錢的思考放下來 就是你在辦教育的時候 是為了百年教育 不是為了自己的錢包 他要整病這些大學 他也有提出配套 他說面對這些必須退廠的大學 也要有一個優先保障 現有學生的受教錢 跟教職員的這個潛意 他是有配套的 所以他們指定說要立專案 成立專案的辦公室和基金 平順 來處理退廠相關的問題 對啦 這開始實在是 這是欣欣的 開始有很多是學店 應該要收收起來 不然還在賺錢 教育實在是要用愛 而不是用賺錢 對 再來 現在來談那個師資 專業師資的部分 專業師資的部分 就是在教育的 剛才我們說的那四個階段 從幼稚園到十二年國教 讓他高中高職 再來大學 這四個階段 他說學生固然是主體 但是每一個在教育現場 跟學生 合同的老師 也是扮演很關鍵的角色 所以在教育 在幼兒教育的部分 他認為我們要全力來改善 來改善教保人員的勞動條件 讓他們提供小朋友 最好的照顧和教導 再來 在國民教育的部分 十二年國教的部分 他說 我們要讓老師有更大的 資助的空間 鼓勵職能成長 跟教案的研發 讓更多元 外發的方式 用更多元 外發的方式 來啟發學生的思考 跟潛能 就是讓老師有更大的 自主空間 讓孩子能夠更多的啟發 對 我們最近電視上看到 有老師在佛裕 比較南投的 老師在教學方式 很有意思 這如果有機會 再把他破綻 我覺得那些老師的 教孩子的 真有特色 這就是在講的這樣 他在講的 很方便的問題 老師可以用更活潑的方式 讓智希老師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在職業技術 在職業技術 技職教育的部分 你只要在這方面的專長 你只要在你的業界裡面 你是很厲害的 你就是這方面的專長 你就可以讓邀請你來分享 來教你傳授你的 給你的祕訣 分享給下一代的年輕鞋子 再來 高中教學的部分 老師是引導學生研究 培養專業能力的關鍵角色 所以教學生是他們最重要的職責 並不是所有人都要盲目追求 國際論文的發表 這個也是我覺得這個是很很正確的 再來 他認為說只有當老師的角色 真的被真正的看見 還有讓人肯定的時候 教學改革的最好 拼圖才能夠完整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 如果這樣之後 這個拼圖完整了以後 我們才有可能可以改革教學的制度 在每一個階段的問題 我們才能夠改革教學的 所以我們才能夠改革教學 提供一個豐富多元的學習的環境 這是第五關於專業師資的部分 第六關於有關前瞻教育的主張 教學要跟得上時代 我們不能只為了今天來教學 我們要為了名字來教學 學生也要為了名字來學習 這是真的 你看我們在國民黨的教學 我們幾十年來所有的教學 都會有改變 都有改變 課本的內容有改變嗎 都沒有 都是那一套 對 實際上說是 勃貝這時候 那個 那個 課綱的調整 已經去學生 那樣的反彈 嗯嗯嗯 他們現在念的 跟我們幾十年念的都一樣 對啊 所以說這個教育的前瞻性是很重要的 對 就是說我們要為了我們未來來做教育 對 強化學生的部分包括生活美學 知識累積跨科學的整合 多元的創新 還有整個團隊合作 我們人不可以說個人主義太強 要如何有一個團隊精神 這也很重要 對 對 透過這樣來培養他們 獨立自主的生活靈靈 讓他們可以跟社會接軌 可以承擔 承擔未來的條件 嗯 為了讓學生有空間學習這些靈靈 我們也是要同步簡化課綱 逐步鬆綁課程 啟動由下而上的課程 一種改革 所以這是針對 我覺得這也是跟現在的 這個 這陣子在課綱的調整 有很大的關係 嗯 對於選擇台生 到底職場的高中職的畢業生 政府也要提供更多的實質的支持 投入職場裡面 要打造一個可以讓他們安心 學習技能的一個環境 如果擔任職工服務的 譬如說國際職工還是在台灣裡面 政府也可以創造很多有意義的 國內外國務的工作 甚至資源從今的 也是要讓這些年輕人在部隊裡面 可以不會符合產業需求的專業技能 所以蔡英文有做很多多元的 這種的 對 就是說 給整個教育體系的 老師也要給他肯定 學生也要就近學習 不要浪費很多的資源 對 這我們就看到 蔡英文有這麼具體的 做了一些很詳細的規劃 這也是這一次在選舉裡面 也很難得看到的一個候選人是這麼樣的專職的 這麼認真的去規劃各種 各種措施 教育的 長照的 都有 所以為了要因應越來越多職業生涯的模式 未來的教育體系 要他更加開放 他會帶生去社會 讓那些帶生去社會的理念 工作的青年 可以隨時選擇 等到校園裡面繼續生長 這就是包括入學的優惠 因為他就先去吃頭路了 吃頭路已經比較久來他 可能他 考那個協科上會 或是在準備那裡有比較困難對不對 他可能專業上他OK的 但是協科 一些協科上的那個 可以讓他們有優惠 或是說在協會上可以讓他們 有一個優惠的那種 入學資格的保留 上面來銜接的配套 就要趕快完善 趕快要盡量的趕快完善 而且才能夠 可以支持青年 更加適應 適應和多元的發展 我們就看到整個教育的理念 當然說這個問題有很多 當然是說他拿出這麼多規劃 但是看到蔡英文是很認真的 而且對於整個政策都有對症下藥 都非常的 很多與時並進 就是跟社會的潮流都有配合進去 當然這些實施方面可能要有一個時間 我們也要讓大家知道 然後我們後面就有一個方向 不是說像說 滿久的633 到外面都沒有了 他說那個是8年後的事情 8年後也不會做 而且台灣已經暴退了20年 所以我們就負責說 我們台灣人民會看到 真實的政策 跟口號的 你已經被騙了8年 包括滿久的台北市長的8年 也是做了離別人 人家說阿兵也做得不錯 但是台人民只選擇包裝 選擇說謊美麗的延遲 那這一次我們就要做更真正的選擇 希望說我們這邊可以 整個改靠外面 泡沫化國民黨是我們的期望 我認為整個逐出台灣的政黨 自己刮到 不要說讓他們30幾% 看他們第5% 整個泡沫化才是重點 好 感謝大家 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我想蔡英文的教育政策 我們了解 所以對我們未來的鞋子 我們的孩子我們會一台 因為教育環境 我們希望可以有這方面 往這方面去改變去調整 這樣子他們就會比較 比較容易 我們做家長的 做市大人也會比較放心 比較沒有壓力 好 感謝你的收聽 謝謝 沙安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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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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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我们 柔轴江堂 顺利时的红华 当时人 都以为我写一次微信关系 要出去 把我无悔不狂妄 日照去 只遗憾 结果之高 公路级的 草莽一张 我走到厨房很厉害 我两个 八十块 八十块 九十块 我们是一目的 八十块 九十块 七十块 八十块 我的英语